真的最近在美国水火不调除了在加州的火灾之外呢 现在就是在中西部历经了最大的水坏 特别是爱荷华州 这已经是5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此际志工动员了将近1500人次来进行的却木 而其中的灾情最严重的爱荷华 那么此际美国总会特别集合了 芝加哥纽约华盛顿特区德州跟北加州分会超过100位以上的慈悸人 到爱荷华展开了大型的发放和议诊 在水灾过后希望透过慈悸人的双手 还有呢及时能够带来温暖跟希望 仔细聆听这是慈悸美国总会正式发放前的记者会 对于这来自东方的佛教团体跨越了种族宗教 对当地灾民展开的发放行动 引起当地媒体前来采访 在当地媒体的宣传报道之下 慈悸发放现场 西达瑞比茨市民众大排长龙 其中这对母女向外求助两个星期都没有下文 经由红十字会知道的慈悸发放 专程常读跋涉而来 拿到了限职卡毛毯安定惶恐的心之后 母女脸上露出笑颜 女儿也决定献出爱心要效法竹筒精神 未来要存下点滴爱心绑住别人 目前在爱荷华的大型发放和议诊活动 由慈悸美国总会集合芝加哥 纽约华府德州和北加州分会 超过100位以上的慈悸人 发放和议诊活动会从7月3号一直持续到7月6号 希望给灾民最及时的帮助 另外圣路易的慈悸人再度来到密苏里 密西西比河的沿岸堪灾 一路上所有的房屋都泡在水里 原本的道路早已变成河道 又用来阻挡水流的沙包 再次被水淹没 根据统计 密苏里州光是林肯郡就500户全毁或严重受损 而林肯郡的温菲尔德市和佛里市 已经被宣布成为重灾区 居民期待善后的清理工作 大家新闻美国综合报导